今天是12月3号,星期四,对吧,今天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,就是现在是最好的时候,也是最坏的时候,为什么是最好的时候呢,因为现在这个疫情搞得大家过去门,都在家里,对吧, 然后投股票投资,股市呢就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,尽管病,美国的病毒啊,死的人多得不得了,对吧,现在是上千万人感染,几十万人死了,对吧,现在这些发达国家,西方国家,并且也并没有小, 为什么说,所以呢,这也是一个最好的时候,就是大家都对超股票感兴趣,对吧,投资股票,外汇,这个比特币,虚拟货币,对吧, 但是呢,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候,为什么说最坏的时候呢,你说这个股市涨得这么高,对吧, 涨一万八千点,刀金指数,现在已经涨到三万点了, 你说它还会很快的话,就能涨到四万点,五万点,六万点,十万点,这是一个事情, 第二个事情呢,就是这个比特币,对吧,从年初的几千块钱,一个比,一个比, 现在是快两万了,你说,现在是从,从两万到三万,四万,五万,十万,对吧, 我是一个三十年的投资,对吧,投资有三十年的经验,什么情况都见过,什么事情都经历过, 现在很多年轻人呢,都比较勇敢,第一次接触这个股市,对吧,大家都这个东西, 猛打猛冲,赚了钱,都觉得这只是,神了,都是股神,牛股都不知道了,对吧, 大家都是,拼命去追求,这个高的回报,但大多数这些投资人呢,都是新手, 只会做多,不会做空,所以,我说最好的时候呢, 就是说,对我们这些知识的投资人来讲,这个是做空股票的,对吧, 当然了,空啊,多啊,都要做,但是任何人只做多,或者只做空, 都是非常危险的,在这个时候,对吧。